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行消毒并不难 可以清洗一番或喷茶酒精消毒 那如果是纸张 信件 皮革类物品呢 清洗绝对行不通 喷茶酒精不是最好的办法 酒精会破坏重要的信件或纸张 对皮革类物品表层也会造成损坏 尤其是舒适品 虽然说烹饪的高温可以达到杀菌效果 但不是每份食物完成后马上进行包装 食物往往都会晾在代售区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包装 而提高了表层被细菌附着的机会 除了熟食 生吃的蔬菜或生鸣片之类的食物 也无法使用清洁剂或酒精消毒 比如我爱吃的生菜 经过一番搜寻我发现可以通过紫外线造射达到杀菌效果进行消毒 可以在资讯栏点击连接阅读 我找到紫外线消毒的资料 根据我的了解 紫外光分为三种 那就是UVA、UVB和UVC 三种类型的波长都不一样 UVC波长最短 传透能力也最强 UVC紫外光通过穿透细菌调成 破坏细菌DNA 让细菌无法生存 同样的穿透能力强 安全指数也低 我们的皮肤或眼膜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UVC造射造成损伤 当然只要安全使用 避开直接照射 问题不大 为了可以更好的进行消毒 我制制了简易的紫外线消毒箱 一起来看看制造过程 自外光通过照射达到消毒 为了提高照射面积 买来了镜子贴纸 把贴纸全贴满消毒箱内部 简单的裁剪 贴满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们看看我用干衣机改造更大的消毒箱 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消毒空间 洗完的话可以自己尝试自制消毒箱 毕竟疫情严重 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接下来 撕飞机贴上双面胶 贴在消毒箱上 我习惯把带有参数的那面朝外 这样需要读取参数时更方便 电键整理一下 不容易扯到 更换三角插头 纯粹是我个人习惯 这样可以免去转接头 可以直接插入插座使用 不影响效果 接下来 延长插座 通常自来的电线都不长 除非插座距离很近 不然需要一个延长插座 我不直接延长电线 而自制了一个延长插座 是因为紫外光灯属于消耗平 收铭有限 直接延长的话 再更换新的紫外光灯时 又需要再次延长 而现在我换上新的紫外光灯 直接插上插座就行了 当然 可以直接买个延长插座 省下麻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别忘了订阅 按赞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见